拆司機近期頻頻出沒 一入職就協貨司徒 先後偷走總值超過1700萬貨物 最新一中在星期一晚發生 一輛載有總值大約140萬港元電子門鈴的貨車 由內地底港之後 原定由司機接手開去機場貨運站送貨 但運輸公司透過GPS發現 貨車停在元朗錦駁路一段時間 負責人於是去了解 但到場時發現人去車空於是報警 據了解 運輸公司在上星期六 拼任疑犯做貨車司機 當時他出示一張姓王的身份證認證 警方深入調查後 相信那個賊司機已經視約多時 消息說那個疑犯真名姓羅 過往因為偽造身份證而被通緝 懷疑牽涉近期另外三宗類似的案件 其中在星期一下午 一間物流公司報警 說早前僱傭的一個貨車司機 當日第一日上班 隨即連人帶貨不知所蹤 損失合共約值180萬貨物 對方見工時 亦出示同一張姓王的身份證 另外在今個月13日 另一間物流公司都遇到同樣事件 損失大約154萬貨物 去年8月一間運輸公司安排司機 在機場拿一批總值1300萬電子零件 司機和貨物其後失蹤 據了解 失蹤司機都是以姓羅的身份證 認證兩間公司 其後懷疑因為身份曝光 而改用另一張布室身份證見供 因為被盜貨物數量大 警方不排除有集團幕後操控 一條龍安排疑犯見供、逃走和燒裝 東網記者 岑知浩